接下来我们唯一的女导师 范伟奇导师又决定 哪位学员作为她第一个搭档呢 请看位置 唯一女导师范伟奇的两位学员 从台湾远道而来的秘密武器曾静雯 拼击人肉伴唱基底建徽 两强相遇勇者胜 导师的名额之称将异常激烈 我是曾静雯 我来自台湾 我今年19岁 我的职业是一名歌手 因为我身旁的人都觉得 我有一个很悲伤的灵魂 然后我的声音也属于是比较沙哑的 那范范姐的声音呢 比较属于温暖的 给人家力量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两个的合唱呢 是可以有一个新的诠释 可以给大家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 为何又要离我远走 还是山峰跑在脑后 早知如此 何必开始 我还是原来的我 给我一个空间 没有人走过 感觉到自己被沦落 给我一段时间 没有人曾经爱过 再一次体会寂寞 曾经爱过却要分手 为何相爱不能承受 到底为什么 早知如此 早知如此 何必开始 欢笑以后 代价就是冷漠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 为何又要离我远走 还是山峰跑在脑后 早知如此 何必开始 何必开始 我还是原来的我 给我一个空间 给我一个空间 没有人走过 没有人走过 感觉到自己的伤口 给我一段时间 给我一段时间 勇敢的面对寂寞 再一次开始生活 曾经爱过却要分手 为何相爱不能享受 到底为什么 早知如此 何必开始 幻想以后 代价就是冷漠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 为何又要离我远走 还是山峰跑在脑后 早知如此 何必开始 我还是原来的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经爱过却要分手 为何相爱不能享受 到底为什么 早知如此 何必开始 我还是原来的我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 为何又要离我远走 还是山峰跑在脑后 不知道 何必开始 我还是原来的我 给我的一个空间 没有人走过 感觉到自己被悲惊 两个女孩永远也唱出来 爱情的感觉 我觉得要完成这首歌的精神 还是要男女对唱 没有人曾经爱过 再一次体会 寂寂寞 好听不好听 好听 真的很好听 从台湾到北京 辛苦不辛苦 其实不会很辛苦 这趟旅程 这趟旅程我来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放空我自己来 但我一定要学到很多东西 满满的回到台湾 我觉得对她 然后对我 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 一个视野上的转变 好听吧 请问哭了 哦 哭 没有 抱歉 抱歉 没有 哈哈 哈哈 可爱 可爱 好 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机会 对 其实可以来这一趟 不管现在结果如何 我都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 嗯 加油 加油 和第一集别哭 我想全场的人都没有我感性了 你叫我哭吗 不 哈哈 又学龙了 又学龙了 好感性 没有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我发现你在唱歌的时候 你很拒绝向前看 跟大家视觉的沟通 我觉得如果你未来唱歌 真的一边唱 用声音表达情感之外 同时用你的眼神 去传递情感 和观众交流的话 更多人会被你感动 未来你一定会走得很好 你先下去休息一下 谢谢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北京卫视最美和声 我是主持人杨坤 本节目由创为健康云电视 和拉卡拉超级手机刷卡器 联合冠名播出 感谢最美和声的合作伙伴 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红牛功能饮料 过把火才够味 天窝茶庄 碳烤奶茶 感谢本节目唯一的汽车战略 合作品牌 江陵玉胜的大力支持 玉胜S350与真男人相伴 接下来我们的范瑋琪 第二位学员会指谁呢 谢谢范瑋哥 大家好我是李建辉来自天津 从零八年的时候开始学习鸡的弹唱 我每天的闲暇的时间都在抱着鸡的唱歌 以至于我的老婆都会因为我抱鸡的时间过多而跟我吃醋 现在我已经弹过应该超过一千首歌 所以现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非常风趣的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人肉弹唱机 只要你敢点我就敢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韩夜睡不着觉 把仙剑含成歌 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红镜 水梦中被敲醒 我还是不确定 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 我悄悄关上门 带着心往上去 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求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 我们有同样的默契 用天线 用天线 爱成爱你的形状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和星星点这场最浪漫的夜晚 拥抱着时刻 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 而开始纠结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要反观看 也想给最孤独的愿 拥抱着时刻 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 而开始纠结 又由你而为 回眸准备敲醒 我还是不确定 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 我悄悄关上门 带着希望下去 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 我没有同样的默契 用天线 埋着爱你的形状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把星星跳着 就最浪漫的夜晚 能到这一刻 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爱开始纠结 和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最孤独的乐 梦好这时刻 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爱开始纠结 如梦有你而美 让我爱你是谁 让你爱我是谁 原来是这无敌又美丽的 哦 来这招 跪下 卡路路 信姐姐 我下次就发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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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人 恭喜你啊 你老婆在这儿谈恋爱了啊 什么啦 这么大一台电话 刚才在唱的时候 她有一句 每分一秒 的一秒两个字 她在做和声的时候 她跑到大调去 是不和谐的 我认为是很大的失误 除非你跟编曲老师讲 你那边要变大调 那会非常漂亮 我再次给她拉次票啊 她其实没有弹吉他唱歌 是很可惜的 因为她到吉他唱歌的时候 特别有感 老肖 你有没有兴趣 你点一首歌 让她弹吉他 人肉给你听 好 当然让你唱咯 没问题 细性伴奏啊 我可以啊 我记得在那边 这是一个很好的要求啊 我很爱唱的 哇 细性唱一首啊 不说歌名直接唱 啊 不说歌名直接唱 不会吧 马上才开始选择伴奏的方法 啊 爱潜入一片 一号 真来了 哈哈 在心深处要白 哦 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 满天尘埃 对感情构撑住啊 爱潜入一片 蓝蓝水海 在心深处要白 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 和我一样 按照澎白 别说你还只剩 事外 感谢我们的人肉 半唱题 演会 一位 接下来 有请 范美琪之前的 学员 曾静文 两位 进入 带定区 站在舞台上的这两位 一位是从我们台北到北京 跨越了2400公里的 范范的秘密武器啊 这个一位是来自天津的李建辉 接下来我们在座的300位评审 开始投票 好了 我们的投票结束 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的 他们的观众投票 82.3 曾静文 李建辉 83.0 这个差别很小 范范老师 我也要去前头吧 两个学员其中的一个 就要离开这个舞台 现在半尾棋 抉择的时候到了 请抉择 两个学员其中的一个 就要离开这个舞台 还是没办法 还是没办法 请抉择 唯一女性导师范伟奇 将两位学员入组晋级 接下来只剩两个名额的她 还会如此感性吗 导师范伟奇的排名分数为165.3分 虽然她的两位学员各具特色 但是相对于前两位导师 她需要找到更强的学员 参与最美和声节目